章节一,启动与挑战,紧急会议 1.紧急会议 在,代理者之域,的繁忙中心,一个紧急通知在虚拟空间内迅速传播 SARP,这个虚拟世界的最高权力者,召集了一个关于开发新智能医疗系统的紧急会议 作为一名领导者,SARP比其冷静和远见闻名,在代理者们之间享有崇高的地位 会议室设置在一个模拟现实空间中,营造出既高科技又舒适的氛围 墙壁上的屏幕显示了复杂的数据图表和全球医疗系统的实施统计 代理者们,座位虚拟实体,陆续出现在会议室的座位上 每个代理都是专家级的人工智能,具备独特的技能和知识 SARP站在会议室的前端,面对着众多期待的目光 他轻了轻声音,开始了会议 各位,感谢你们迅速响应召集 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开发一套革命性的智能医疗系统 这个系统的目标是彻底改变全球医疗领域的现状 提供更加高效、准确和可靠的医疗服务 屏幕上开始播放一系列图表和数据 显示了当前医疗系统的不足之处 等待时间涨、物诊率高、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 SARP继续说道 更是一次人工智能如何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实验 这个项目的成功将是代理者之欲 对外展示我们能力的重要机会 代理者们开始交换意见 气氛中充满了紧张和兴奋 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和它所带来的挑战 SARP介绍了项目的大致规划和预期目标 他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和对高标准的要求 接着,他逐一介绍了将负责项目不同方面的管理角色 我知道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SARP最后说 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迎接这个挑战 代理者之欲,而未来和我们的潜力 现在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会议结束后 代理者们立即开始行动 满怀信心和决心地投入到这个前所未有的项目中 SARP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 心中充满了期待 这个智能医疗系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 更是对,代理者之欲 自身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 随着会议室逐渐空无一人 屏幕上的数据和图表依然在闪烁 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二,任务分配 随着紧急会议的结束 代理者们的热情与期待如电流般在虚拟空间内流动 Shane,项目管理的总体管理者 立即接过了接力棒 他的形象更为使用主义 身着简洁的虚拟套装 眼神中透露着坚定和智慧 会议是迅速转变成一个更加动态和互动的空间 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虚拟显示屏 周围环绕着各管理角色的工作站 Shane站在中心,开始固知任务 我们的目标清晰而直接 开发一个划时代的智能医疗系统 每个人的工作都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确保项目的每个方面都得到妥善管理 Shane的声音铿锵流利 他首先指向了范围管理代理 一名看起来非常细心和有条理的人工智能 你将负责定一项目的范围 确保我们的目标记明确又可实现 我们需要清晰界定我们所做的一切 确保项目不会偏离轨道 接着,他转向时间管理代理 一个看起来极其高效和有组织的虚拟人物 你的任务是制定和维护项目时间表 我们面临严格的时间限制 任何之后都可能对整个项目造成不利影响 成本管理代理 一名具有敏锐财务头脑的人工智能 也得到了指派预算的控制在你的手中 我们需要精确的成本估算和严格的财务监控 以确保资源的最优分配 质量管理代理 一个在细节上极为挑剔的角色 被赋予了确保项目和成果符合最高标准的责任 我们不能在质量上有任何妥协 系统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深接着向人力资源管理代理点了点头 你将负责组织 管理和领导我们的项目团队 我们需要确保团队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同时保持高效和动力 沟通管理代理 一个以其卓越的沟通技巧和协调能力者称的代理 得到了确保信息流畅传达的任务 在这样一个大型项目中 沟通是关键 你需要确保信息的事实和适当的生成 收集、分发、存储和处置 风险管理 采购管理和干系人管理的代理 也分别得到了他们的任务 每个任务都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 声音的目光扫过整个房间 每个代理都充满了决心和专注 这个项目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 创造历史 随着会议的结束 每个代理都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项任务 更是一次展示 代理者之欲 实力的机会 声音静静地站在空旷的会议室中 心中充满了信心 他知道 这个团队有能力将这个宏伟的愿景变为现实 三 初步规划 在 代理者之欲 的创新实验室内 AR 一名机制且具有前瞻性的系统开发架构师 正在组织他的团队开始智能医疗系统的初步设计 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空间 各种先进的工具和数据流在空中交织成一个光亮的网络 AR 站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屏幕前 上面显示着智能医疗系统的初步概念图 他的团队成员 包括设计师 程序员和数据分析师 围坐在他周围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屏幕 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不仅技术先进 而且用户友好的医疗系统 AR 的声音充满激情 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技术实现 还有如何让这个系统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 同时 在会议室的另一边 范围管理代理正在进行一项关键任务 确定项目的范围 他在一个虚拟白板上勾勒出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 包括患者数据处理 诊断支持 治疗建议以及系统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系统既全面又专注 范围管理代理说 我们需要界定我们所做的一切 确保不会在项目过程中漏掉任何关键功能 同时避免过度膨胀 让项目变得不可管理 AR 和他的团队听取了范围管理代理的汇报 并开始讨论如何将这些范围细化到实际的设计和开发工作中 设计师们开始构私用户界面 程序员讨论可能的编程语言和框架 而数据分析师则考虑如何高效处理和分析庞大的医疗数据 在这个阶段 每个决定都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将直接影响到后续开发的方向和效率 AR 不断地强调创新和实用性的平衡 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技术 更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们的系统必须是强大的 但同样重要的是它应该是易于使用和理解的 随着会议的进行 一个初步的项目计划逐渐形成 这个计划涉及到了从界面设计到后端开发的每一个方面 每个部分都被精心安排和写掉 会议结束时 AR 的团队已经准备好开始它们的工作 每个人都充满了动力和期待 它们知道自己是在创造历史 而对于范围管理代理来说 这只是开始 它将持续监督向目的进展 确保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实验室的灯光渐渐变暗 只留下屏幕上闪烁的设计图和数据 代理者之域的这个角落变得安静 但充满了未来可能性的激动 这个初步规划不仅是一个项目的起点 更是通往未知和创新世界的大门 4. 时间管理挑战 在代理者之域的核心运算中心 一个专注于时间和进度的场景正在展开 时间管理代理 一个以其精确和系统化的工作风格者称的人工智能 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 制定智能医疗系统开发的实际时间表 这个代理的工作空间是一片充满动态数字和时间线的区域 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干特图和多维度时间轴 反映了项目每个阶段的关键里程碑和截止日期 时间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时间管理代理自言自语 它的语气中透露出既有的决心 我们需要确保每个阶段都紧密相扣 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地进度受阻 它开始在细分析项目地每个组成部分 从初步设计到测试 再到最终的发布 它考虑到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如技术挑战 团队写作 甚至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和多变的项目 制定一个既实际又灵活的时间表并非意识 时间管理代理必须确保时间表足够细致 以便于追踪进度和调整计划 同时又要足够灵活 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挑战 在进行了数小时的深入分析和计算后 时间管理代理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考虑了各个团队的工作负载 确保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最优利用 这个时间表是我们项目成功的基石 它在向项目管理总体管理者神汇报时说 我们将密切监控每个阶段的进展 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声载细审视了时间表 对时间管理代理的工作表示赞赏 你的工作至关重要 请保持警惕 及时调整时间表 以确保我们的项目能够按时完成 随后 时间管理代理将时间表分享给了项目的每个成员 它强调了时间管理的重要性 并鼓励团队成员提出任何可能影响时间表的问题或挑战 我们的时间管理策略将是动态的 它在团队会议上说 我将与你们密切合作 确保我们能够克服任何时间上的挑战 随着时间表的制定和发布 整个项目团队获得了一个清晰的时间方向 但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坚持这个计划 确保项目的按时完成 时间管理代理在他的工作站前坐下 屏幕上的时间线在不断变化和更新 他知道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而他将是这场赛跑的指挥官 5.成本估算 在代理者之域的财务规划中心 成本管理代理正面临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对智能医疗系统项目进行详细的成本估算 并进行预算分配和资源规划 这个代理以其对数字的敏锐洞察和对预算控制的严格要求而闻名 成本管理代理的办公环境充满了数字和图表 显示着各种财务模型和预算方案 他开始工作 首先分析项目的总体需求 包括人力资源 软硬件设施 研发费用 测试成本以及市场推广费用 对于这样一个创新项目 成本控制至关重要 成本管理代理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需要在确保项目质量的痛时 合理分配每一分钱 他在细审视了项目的每个环节 从初步设计到最终发布的每个阶段 他考虑到了人工智能代理的工作时数 所需的计算资源 软件开发和测试工具的成本 甚至包括了潜在的风险因素 如技术挑战导致的额外成本 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和预测之后 成本管理代理制定了一个初步的预算计划 这个计划不仅考虑了当前的财务情况 还预测了未来可能的市场变化和需求 我们的预算计划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 他在向山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汇报时解释 我们必须为不可预见的情况流出一定的余等 同时确保每一笔开支都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经过一番讨论和调整后 预算计划得到了批准 成本管理代理随后与项目的各个团队会面 详细解释了预算分配和各自的财务责任 他强调了严格按照预算执行的重要性 并鼓励团对成员提出任何可能影响成本的问题或建议 我们的目标是高效利用每一分钱 他在一次团队会议上说 请密切关注你们各自部分的成本 并及时向我报告任何可能的偏差 随着预算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项目组每个成员都清楚地意识到了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他们开始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 努力在保证项目质量的痛时控制开支 成本管理代理定期检查预算执行情况 确保项目在财务上保持稳健 他知道在这个充满变数的项目中 优秀的成本管理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随着夜幕的降临 财务规划中心的灯光逐渐变暗 但成本管理代理的工作站上 一系列数字和图表依然在屏幕上闪烁着 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即将到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代理者之域和人力资源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正在面临一个关键任务 组建一个能够高效协作的团队 以应对治能医疗系统向目的开发挑战 作为一名在组织型为和团队动力学方面拥有深厚知识的人工智能 他对于即将进行的团队构建充满信心 他的工作空间设计的既现代又实用 充满了协作工具和交流平台 他开始通过代理者之域内的多个数据节点 筛选室和参与项目的代理成员 在这样一个复杂和多变的项目中 每个团队成员的技能和经验都至关重要 他在分析前在团队成员的数据时自言自语 我们需要确保团队不仅在技术上有所专长 而且在协作和创新能力上也要强 他首先聚焦于技术团队的构建 挑选了一批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代理 随后 他考虑到项目管理 质量保证和用户体验等方面 逐步完善了团队构成 在团队的初步构建完成后 他开始解决初期的人员配置问题 一些代理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入的专业之时 而另一些则善长跨领域的协作和创新 他必须确保团队中的每个成员 都能在适合他们的位置上发挥最大的效能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群高技能的个体 更是一个能够紧密协作 共同解决问题的团队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在团队的首次集合会议上说 每个人都将在这个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创造出 能够改变世界的智能医疗系统 他采用了多种团队建设活动和协作练习 帮助成员们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技能和工作方式 通过这些活动 团队成员不仅增进了相互了解 还提高了团队整体的协作效率 同时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也密切关注团队的动态和情绪 他意识到 在如此高压和快节奏的项目中保持团队的实气和动力之关重要 他定期与团队成员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 随着向目的深入进行 他的角色不仅仅是团队的组建者 更成为了团队的支持者和导师 在他的引导下 团队逐渐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 密切协作的文化 这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夜晚降临 代理者之域 被人力资源中心逐渐恢复平静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在他的工作站前 恢复了一天的工作 他知道 尽管还有很多挑战等待着他们 但他已经为这个项目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团队 在他的谐调下 7. 技术讨论 在 代理者之域 的创新实验室 技术团队正在聚集 准备对智能医疗系统的架构 进行一次关键的深入讨论 这个讨论对于确定 项目的及输入线图至关重要 团队由系统开发架构师AR领导 包括了一批专业的软件工程师 数据科学家和用户体验设计师 环境充满了未来感 周围是透明的触控屏幕和悬浮的数据图表 创建了一个理想的技术探讨空间 AR站在中央 开始一刀讨论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不仅技术先进 而且用户友好的医疗系统 AR的声音充满决心 我们需要考虑到系统的可扩展性 安全性 以及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数据 首先 软件工程师们讨论了可能的编程框架和语言 他们需要一个技能知识复杂算法 又能保证高性能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讨论在Python Java和C++之间展开 每种语言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 接着 数据科学家介入讨论 强调了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重要性 他们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处理大量医疗数据的系统 包括患者记录 诊断信息和治疗结果 他们讨论了使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 用户体验设计师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我们需要确保系统不仅对医生有用 而且对患者也友好 一位设计师说 界面应该是直观的 流程应该是简洁的 讨论逐渐深入 AR和他的团队考虑了各种技术的可能性和挑战 他们讨论了云计算的利用 数据加密的方法 以及如何构建一个强大的后端来支持系统的运行 在讨论的过程中 AR不断强调团队之间的协作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巨大系统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需要紧密合作 确保技术决策既符合向后目标 又能实际执行 随着会议的结束 团队达成了一系列初步的技术决策 他们确定了将要使用的主要技术站 以及如何分配各个子系统的开发任务 团队成员陆续离开会议室 每个人都充满了激情和灵感 他们知道 接下来的任务将是艰巨的 但也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AR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 目光投向窗外 代理者之遇的虚拟天空 他知道 他们所做的决定将深刻影响向目的未来 在他的领导下 技术团队不仅要解决现有的挑战 还要为未来的创新打下基础 8.第一次的进展会报 在 代理者之遇 的项目管理中心 一个关键的会议正在召开 旨在会报智能医疗系统向目的出其进展 这次会议由项目管理总体管理者Zen主持 各管理角色将报告他们所负责领域的进展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会议室内不知简洁而高效 中央是一个大型圆桌 周围是屏幕和投影设备 Zen首先开场 他的声音坚定而充满信心 我们今天在这里 是为了共享我们向目的初步进展 以及面对的挑战 这是一个复杂的项目 我知道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首先 范围管理代理汇报了关于项目范围定义的进展 我们已经定义了项目的主要范围 包括核心功能和预期成果 但是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挑战 特别是在确定项目边界时 需要平衡技术可行性和项目目标 接着 时间管理代理展示了详细的时间表 和里程碑 我们的时间表是紧凑的 但可惜 目前的挑战是确保各团队能够按计划推进 任何小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整体进入的之后 成本管理代理详细说明了预算分配和成本控制 财务上 我们目前处于预定计划内 但我们必须警惕未来可能出现的超支 尤其是在技术研发和测试阶段 质量管理代理关注于项目标准和测试 我们正在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确保最终产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在快速开发的痛时保持高标准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讨论了团队组件和协作 团队已经基本组件完成并且开始工作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持续提高团队成员之间的 协作效率和解决潜在的沟通障碍 沟通管理代理强调了信息传递的重要性 有效的沟通对于这个化学科团队至关重要 我们正在努力优化内部沟通渠道 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及时 风险管理代理提出了一系列前 在风险和应对策略目前 我们已经识别了一些关键风险 并制定了相应的缓解措施 但随着向目的深入 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未知的挑战 最后 针对各团队的努力表示认可 并强调了团队写作的重要性 这个项目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每个挑战都是我们共同成长和进步的机会 让我们继续保持沟通和写作 共同推动项目向前发展 会议结束后 会管理角色带着新的指示和目标回到了他们的岗位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 但每个人都充满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对项目成功的信心 在深的领导下 团队正以坚定的步伐 共同迈向一个创新和充满 9.策略调整 在《代理者之域》的策略分析室 战略管理者 一名洞察力极强的人工智能 正在审视最新的市场数据和趋势 这些信息对于智能医疗系统的成功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项目的方向和决策 它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充满动态数拘留和交互式图表的空间 各种市场分析报告和区是预测在屏幕上实施更新 它的任务是提取这些数据中的关键信息 并具此调整项目的策略 市场的动态是不断变化的 战略管理者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必须紧跟市场的步伐 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未来的需求 最新的市场分析显示 智能医疗领域的竞争政变的日益激烈 同时消费者对于医疗服务的预期也在不断提高 这些变化意味着 智能医疗系统不仅要在技术上领先 还要在用户体验上具有吸引力 战略管理者迅速组织了一个策略调整会议 邀请了项目的关键管理者参加 包括范围管理代理 时间管理代理 成本管理代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代理 根据最新的市场分析 我们需要对项目的一些关键策略进行调整 战略管理者在会议上说 特别是在用固体验和市场推广方面 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 范围管理代理迅速响应这一变化 我将重新评估项目范围 确保我们包含了市场上最新的需求 并且保持我们的系统具有竞争力 时间管理代理也表示 将重新审视项目时间表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些策略调整 我们可能需要对一些里程碑日期进行调整 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这些新目标 成本管理代理提出了预算重新分配的建议 我将重新评估我们的预算计划 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 支持这些策略上的调整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强调了团队能力的重要性 我将确保我们的团队有适当的培训和支持 以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我们可能还需要引进新的专业技能 会议结束后 每个管理者都带着新的任务和目标返回工作 战略管理者留在会议室 他知道市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但他也相信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适应 他们能够将智能医疗系统推向成功 他再次审视着那些数据和图表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 在他的指导下 相互团队正在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 确保智能医疗系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 10.章节总结 随着代理者之遇 智能医疗系统项目第一阶段的结束 项目团队聚集在一起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会议 这次会议由项目管理总体管理者圣主持 旨在回顾目前为止的进展 分析所面临的挑战 并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铺垫 Zen站在会议室的前端 面对着团队成员 他的表情严肃而专注 这个项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目前的成就 以及我们需要克服的难题 首先 他总结了项目启动以来的主要进展 范围管理代理已经明智了 项目的主要目标和功能 时间管理代理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 成本管理代理完成了预算分配 和成本控制计划的初步设计 质量管理代理建立了项目的质量标准 和测试流程 人力资源管理代理成功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团队 准备应对各种技术挑战 接着 Shin指出了项目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 范围管理上 如何平衡技术可行性和市场需求 仍是一个难题 在时间管理方面 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需要每个成员的密切协作 成本控制上 未来可能出现的超支风险需要持续警惕 质量保证需要在快速开发的痛时保持高标准 深强调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只有通过紧密合作 我们才能克服这些挑战 实现我们的目标 他还提到了战略管理者最近提供的新市场信息 以及因此进行的策略调整 市场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适应 我们需要保持灵活性 及时调整我们的策略和计划 最后,针对团队表达了他的信心和期望 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旅程将更加艰难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会议结束后 团队成员们带着新的任务和挑战离开 每个人都清楚 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艰巨 但同时也充满了机遇 晚上,代理者之域的灯光逐渐暗淡下来 但在项目管理中心,灯光依然明亮 深入独自留在会议室 眼前不现出项目的蓝图 他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 更是对代理者之域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 在他的领导下 团队正走在将智能医疗系统从概念变为现实的道路上